一直到他生病 我才開始跟他說愛你喔 就是我覺得太晚開始了 怎麼到了這麼後面 才會去想到要對他說愛這件事情 我最大的遺憾就是 我爸爸以前要喝酒我們都念他 可是現在我們每一次喝酒 卻沒有他 就都沒有陪他喝到酒這樣 我們在蓋民宿的時候 其實過程是辛苦的 我爸爸那時候我記得 我帶他去的時候 我們房子都還沒有蓋好 那我覺得很遺憾的是 他真的沒有看過 原來房子蓋好之後這麼漂亮 原來前面的海這麼美 那個辛苦的過程 他們是一直給我們 很多的鼓勵跟幫助 我覺得我的爸媽太愛我了 所以他們也很愛仁府 他們對仁府的包容其實也很多 我會想要看見你 對我來說 看著你 我會想要看看 我會想要看你 那次有一個人會做的 我會想要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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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要看你 我完全就是认识了王福这个人之后 开启了我的人生 然后他追我那时候一直被打架 因为他约我吃饭约过很多次 然后没有成功 后来我就说要领号码牌 所以才能吃饭 所以他就真的去领号码牌 然后每一次当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我真的很想分开的时候 他都说你现在分开 你就会失去一个非常完美 而且很幸福的家 然后就这么一撑也走了18年 跟你们夫妻相处有互相交好一线吗 我觉得应该是互相尊重 然后不要有秘密吧 有一天我收到了银行 打来叫他缴车贷的贷款通知 我就问他 我说我们家什么时候有车贷 才跟我承认 好几百万啊 我快气炸了 我刚才讲说夫妻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有这么大的金钱漏洞的 而且是用骗的 我觉得在我生病的那个阶段 好险有他在 你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会生一场大病 然后医生会告诉你说 你随时要进家户病房 人生跑马真的在走 我就在想我的小孩这么小 我会不会不能看到他长大 因为我那时候右手会突然 没有办法控制 然后或者是突然剧烈的头痛 他就会撒在那边 小孩就说 爸爸你还不可以赶快送妈妈去医院 就算我在医院住院这么无聊 他都会在医院一直帮我找乐子 在一路走来 他其实给我很多的力量跟安慰 如果没有他的陪伴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会更早就放弃 一直以来 我真的很庆幸我的另外一半是他